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侠收看 敬请留意 我是不是要玩的 我们还要忍多久 第三者的的士判官 史提还未闻诊完 一见到警察就不知为何特别兴奋 周围有史提应要看心理医生 或是研究和心灵恶章的节目主持人Vitchy 看看你的心理上是否见到警察的性经粉 或是要看一些心灵潰伴 那你女儿又买件女警制服 女警制服 变笨笨有力 史提你应该建议你的女伴 做一些警察的制服 让你硬一点 不要那么淋漆 不要 那些火气 给火火 是吧 死提 今集我们好像变了黑警盼官 黑的固言斯集团 刚才在吵完警察 都这样吵完 笑着行家吵完 奉公守法 本主的好市民 不要搞乱社会秩序 没力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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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说我吃饭 也是乘客王先生 昨晚给我的 如果知道 大家在港岛西 开开的士 都知道在大道西 有一间高尚的潮州食店 食市 不知什么兴兴 成全 李扎世 去那里 私人包房吃东西 八卓拿片 这个摩头 头那四片 帮我扔掉 跟着我拿中间那片 来录 不是头那四片给其他 是 给我 是这么苦人串 在那些潮州食店 很多大冠贵人 有钱人 大MASA 把车在大道西 不要洗走 你都知道大道西 在雀仔桥那里 是很阔 一辆大巴士来到 如果你另外两边都拍满了车 这些车 不可能是迷你 是七人车 拍了两行 其实就很窄 令到交通很不方便 就会很失车 这个说出来 大家都说 有什么新东西 给这条片 有些新东西 给大家看看 播一播 警察不做事的影片 给大家看看 这些车 然后再看 黄后大道 这些车 黄后街 和黄后大道西 的方便 這裏經常有很多美麗車 或者名人來吃飯 這裏是上興 還有另外一間叫載興 這裏有一輛車是武行車證的 FV6756 粵港澳車 應該是很多名車 經常都違反的 這輛車就沒有人車證 有時呢 現在這個時間過了 但是剛才是很爆 你也看到有些人在等待位 即是等吃飯 同時去到星期六日 或者是農曆年的歲晚 很多人吃飯 這裏都失滿了車 剛才走到街尾 在水安口街 還能否看到那輛警車 剛才有輛警車拍了在這裏 即是有警員當席 但是沒有過來這邊趕車 其實這條街 或者皇后大路西 食肆圍拍的情況就很嚴重 經常都阻塞了 往西方向的交通 剛才有一輛車就拍了在水安口街 轉到皇后大路西這一邊 好了 走了 剛才有一輛車 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對 手指指著前面這個位置 對 在餅店那裏 拍了一輛警車 但是走了 那 經常都有 即是很多高官達人 或者名人過來這邊吃飯 那些警察都不太趕 即是不會太趕他們走 現在就差不多 八點幾九點 所以都少了一陣 如果例如 例如 六點幾七點鐘來吃飯 都頗多人 好記得 有一次幾年前 地鐵未開通 到年二十八、二十九 放風回家 是 塞了在那裏 好 那些就不讓大家看了 大家都了解了 來龍問問 大家也看了 三條線 塞了一條 好像我的血管 三條塞了一條 兩條 只有一條東車 你想想那些大巴 一個不小心 又要再塞一些 轉換位置 就落人死了 有趣的地方 就是剛才 黃先生指名道姓 就說 在水坑口街 轉上去 大道西方向 那裏 就有一輛衝風車 拍藥在那裏 那時是八點多 他報料 那時我就麻煩黃先生 不如你馬上回去 拍了所有東西出來 那裏有衝風車 又有拍攝 為何都不能執法 那裏警察做甚麼 對嗎 好了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我都知道 市題的交通部 不過你說的交通是九龍西的 講到西他們是否來的 中西區那些 我都很記得 你打電話給他 和我生死八年的時候 問問他 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何警察 你是要勒奸 你都知道那裏是交通黑點 就是多人泊車的 為何你不去驅趕 因為我真的有很大的問號 如果大家是警察 你覺得我冤枉你 你可以檢查明天你出勤的地點 你的車牌在哪裏 對嗎 地點在哪裏 確實有記錄的 八點多鐘 是否真的有中風車在附近 執行過呢 那你們都知道 我沒有老冤枉你 這位是成雅王先生的報料 對嗎 另一件事 我是很不想明 這輛FV字頭的中港車牌 為何是沒有行車證 大家兩位可能都在鬥牛 但我可以告訴你 原來我今早上 世界上的東西 經我上面的老闆的設計 巧合之後 被我和黃先生 都撞到一架 在油麻地的中港車牌 而亦都是阻替的 是竟然有行車證 給我把中港車有行車證 大家看看 又是FV牌 看名單 FV587 右手邊 又是行車證 我不相信在香港 是沒有行車證可以行 這是左泰車還是右泰車 都是左泰車 好了 回來 好了 事情有兩件事 警察沒有趕走 順暢交通 這是第一件事 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想問一下 香港島已經是中西區的交通部 臨時街那邊 應該是吧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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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樣的情況 港島區 為何會這樣的情況 好了 我第二件事 問你 是否因為有輛中港車在 某一些大陸有權人士 可以沒有行車證 你們又不理會他 亦都是因為你們知道他在那裡用線 你們在附近保護他 不要出區趕他 我真的不明白 警察也是選擇性執法 我問號來的 我沒有答案 我只可以跟這個在大道西 近這個水坑口街附近的居民說 當你們每逢weekend 是這麼難失車 這兩間這麼難知名的貴價高檔的 潮州食市 阻攏著大家的民生和交通的時候 不妨大家打電話去交通部投訴 其實打9999都可以 打9999 你逢一個小時打一次都可以 15分鐘打一次 星期日 15分鐘 可以用手來電話打一次 Landline打一次 然後叫屎堤幫你打 打666 哪個電話是多少 69220 69249 那是這樣的 趕時用 趕時用 其實就不要浪費警力 你打完之後 如果有時間去看 因為很流行 抄幾屆 有些拿得切車趕你走 他們有泊車仔在那裡 可能抄完走到街頭 街尾又會回來 如果好像黃先生 你不怕煩 繼續打 你有權打 車人走了之後 顧泰復民這樣 又是繼續阻塞 你是有權打的 我投訴也沒有 投訴第二次 是啊 很老實 這兩檔東西 這麼多巴掌幣 為何不能把代客拍車 給回環頭那些 什麼家山有福 那些 代客拍車又是這樣擺 那你拿走 有辦法談 代客拍車有一個問題 那些車主更加明正言順霸 對 給三兩百 給那些拍車仔 他分分鐘就拍大安 救安支 拍在路中間 那你跟我弄得怎樣去 很有趣的 如果代客拍車那些 他當然會 因為要拍車 所以他們未拍車 會不會凍雪糕筒 或者凍些東西在那裡 一樣會阻擋 很多街 有這些代客拍車 反而更忍實 是嗎 就是這些街 因為他們這樣 所以又是這樣 這個問題 已經困擾了一群街坊很久 很多年都是這樣 這裡是阻擋著 你不要以為星期日 不會影響 很厲害的時候 尤其是黃先生說 接下來是團連多 是 開連 又是失蹤到西 你想想 那裡真的有巴士上落 整條大路西有幾多車 5號 5號 B 10號 好多 10幾 全部都會走下面 還有那些 跟著轉上去 博富林道 那些什麼 37A 91B 970 不知道什麼 那些地方 都會轉上去 對不起 剛才我講的 是外面上進去 但裡面的確有巴士 剛才也看到有巴士走過 那你怎麼解決呢 其實我們跟行家吹嘴 這樣說 真的好像970 都會走那裡 970不是走那裡 但是4號 37A 91B 一定會走那條路 剛才看到那輛4號 是那裡 我沒說錯 970不是走那裡 我們跟行家吹嘴 有些靚車 302元 濕冷水 他泊過停車場 我吃餐飯可能 800多元 甚至乎代客泊車 給泊車仔兩口水 302元 抄牌擺在這裡 其實我們研究的方法 如何改善這個圍牌 不要打擊 有兩種方法 我們吹嘴這樣說 第一 就像你首次登記稅一樣 跟回CC 因為我駕駛車仔 又是320元 即是駕駛車仔 老闆又不自在 又是320元 跟回首次登記稅的CC 調整 例如15CC是320元 25CC是500元 去到3000CC是800元 會不會是尺 沒有 尺不得到 因為是公司的錢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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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扣分制 你違法的 你交個司機出來 不要多 扣你一分 是 一分 永遠都是 一講到扣分制 便會害怕 不是 我覺得以後是要拿民間執法隊 就吐了爐頭棍 鐵棍 鐵棍 沒有走 然後 各張師傅上面的汽油彈 吐了 全部燒掉 他的車 是不是要這樣 當然我們不是鼓吹暴力 那你沒有暴力 沒有辦法 有時候可能 只剩下這件事 我駕駛車 肚痛急事 回家 或者前面有公廁 看到這樣的失法 真是生氣 走去車廂 歐督市 但其實我這樣說 我們MHKTV 樓下成業監問 都是很多非法拍車 其實他解決到的 不用說這麼多 你放一輛警車在那裡 其實人們已經不會在那裡拍車 其實你會知道的 很簡單 你放了工後 六點鐘 打後到八點鐘 你放了一輛車在那裡 你已經是趕走了 我每一次 差不多六七秒 你去了 剛才那輛車很明顯 他都會經過的 轉到大道西 現在警方執法 有點古怪 為什麼呢 剛才八點多 這麼早 他又不執法 但有時候 半一兩三點 他就去抄牌 是 好 捉鬼 捉鬼 原來黑警 現在有另一個 跟他捉鬼 兩位 你們想想 你寧願 SIR 八點多 你抄牌 還是半夜兩點抄牌 大家明白 兩點大家其實都在睡覺 甚至馬路沒有那麼煩 我覺得有時候 營業車輛 那些 好像的士 或者其他巴士 小巴 你放在路邊 如果不阻的 絕對不阻的 我們真的沒有問 因為車都不走過 可以著情拳 但你現在說的是八點多 還有你看到三條線 霸了兩條 只有一條 那你都不能執法 快點打給親戚 現在立刻呼籲他 還有呢 現在呢 講開這些圍伯 新屋邨的圍伯 是很漂亮的 我想兩位呢 可以的話呢 因為下集我不在這裏 那如果你們去開一些屋邨 拜年啊 或者經驗一下 經驗一下 沒錯 或者各位CCK 或者乘客 如果你們今年去拜年 拍到一些圍伯的片 播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你們這樣做就很混蛋 一年到晚別人拍 沒有啦 你要這樣看的 如果你真的不阻的 令到沒有交通阻塞 亦都行人亦都安全 我覺得就可以 只眼開只眼閉啦 是 但現在有些就越來越不懂做 阻擋住消防通道 阻擋住人家過馬路 是 阻擋住人家回家 其實都想爬上行人路 沒錯 我呼籲各位觀眾 麻煩大家給片過來 扔上來給我們 9810 8874 或者E-mail Google Drive 給我們 就是 cx at mihk dot tv 就是需要你們的報話料 沒有辦法的啦 現在在這個世界裏面 是民間斗策隊的啦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呢 過年呢 初月初三日 甚至可以說 一年三百六十日 我都盡量入庭機場 如果 如果 譬如上去 一會兒 一會兒 吃一會兒 我來講呢 或者喝一會兒茶 我都怕停止一場 好 那好 那記得記住 過年的時候 如果你去屋邨拜年 或者你家裡留在私人屋卷 那些樓亂拍 拍照 拍照給我們 我們幫你公知於世 還有那些 暗糾的士站 我相信 新年大家借的私益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還有呢 我呼籲大家 如果交給了一些照片 我 或者我遲些拍回來 有些新屋邨 現在新入伙的屋邨 那些危害很嚴重 甚至有個案子 我會遲些說 是挺搞笑的 好 節目完結之前 都跟進了一件事 就是九哥上個星期 他們業界 就去給林鄭月娥 有兩封信 就可以回來 給回信01 和回信02 逐張 大家看看 是 這是律政司的 是 律政司就說 我們已經收到這封信 就已經被本科 他們這一科 那個應該是不知什麼 春科 他們真的分很多 是 就被刑事監控主任議員 覆回來 是 很簡單幾個字 是 第二張 就是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回信 1月14日收到這封信 他們真的會說會做事 是 會交給律政司 和運防局 警務處 有負責人 他們都好像每個部門 還有另行回谷 好了 在星期上個星期 不知我記得哪一天 政府也都是 警察出來 出途大龍奉開記者招待會 也都說他們在近邊境那邊 專門捉到一些懷疑 一些公司非法經營 接載乘客 過關區 好像捉了十九架 十九架 你可不可以是政府幫你做了事 我不夠膽邀功 可能這樣巧 但是有這樣的反應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反應 業界都鼓舞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你這個還不找到跨境 他捉了那些白牌車 我好像 這幾天 警察放蛇 扮乘客 就說我叫那些白牌車去溫州 然後去到邊境的位置 喬頭三 喂!七樓 但你們不做到這件事 九哥 所以他不是幫大型財團跨境巴士公司做事 他也是一輛白牌車 你這麼無聊 我還想要幫你做事 你呼籲贊成 你要這樣說 阿sir真的做事 到處打擊白牌車 不要理他哪一邊 起碼他專門做白牌車 我都覺得都是贊成的 好了 我都知道你業界裏面有一條奮搶 就說其實白牌車或Uber 都跟的士有合作的空間 我們今集其實真的做得很長時間 你記得下一集 在過月初七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開店 好啊 好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在我走過之後 你減少了火力 雖然他是一個工會的主席 類似是一個 但今集 講明了 其實不關他的會事 是那個先生 記得下一集 那你們兩個當然有火 有火 有火 記住 不要塞了火 因為世界的人 不吵不吵鬆化 吵不吵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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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不吵不吵不吵 先跟大家拜一個早年 希望各位即使大哥 或者露面使用者 乘客 家和萬師兄 露面 露露亨通 出入平安 希望大家在留學年裡 身體健康 賺錢也是次要 最緊要出入平安 兩位有什麼 裁員趕進 心想事成 志之領旗 真是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這個真是很重要 那就是這樣 那下集 我再過兩星期後 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頂雞頭 好 朱年見